曾无限风光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遭到解职 很多人理解为左派从此失势 在中共高层权力之争中自由派占得了上风 不过政治家指出强硬派代表薄熙来下台 不等于对老百姓的镇压会软化 3月15号中共组织部长李源潮正式宣布 撤销薄熙来在重庆所担任的一系列职务 中共喉舌新华社也没有披露 任何有关撤销薄熙来职务的理由 只是说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 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的 英国广播网BBC表示 王立军事件现在已经明确的演化为薄熙来事件 德国之声则指出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遭解职 中共高层权力之争中自由派似乎占得了上风 他这件事呢牵连到在中央的一些更大的头头 包括牵连到底下一大片的共产党的干部 所以说这牵涉到共产党一场很严重的内斗 不仅仅是一个薄熙来一个干部 一个市委书一个政治委员下台的问题 而牵涉到共产党内部的一种倾向 就是要恢复这个更加专制的制度 也有学者说 对近来中共左右路线之争 现在有了初步结果 解除薄熙来职务是意在打左 为改革做铺垫 不过魏京生不认为 中共内部有严格意义上的 左派 右派 胡派 江派 他认为 现在可以把中共划分为 用镇压的手段 对付老百姓的强硬派 和想对老百姓让步的妥协派比较合适 但两者在中共内部斗得很厉害 强硬派是以薄熙来为代表 魏京生指出 两会期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将失踪合法化 让大陆倒退到连文革还不如 所以不能理解为镇压派失势了 他说 最近胡锦涛和温家宝都表现出了强硬 强调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 强调军队党位军化就说明了问题 不过 不管共产党的哪一派都看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共再不进行政治改革的话 老百姓就要造反了 香港明报写道 王立军闯入美领馆 重庆模式已寿终正寝 薄熙来下台 被党内高层曾寄予厚望的重庆模式正式落幕 美国守卫者同盟主席变克祥指出 重庆模式也不是薄熙来个人的心血来潮 是得到中共绝大多数常委赞同的 是为中共寻找解为困境的方法 过程中则用唱红打黑这样的词来掩护 重庆模式它现在就是告诫全国人民 一旦测试经济政治问题来的时候 共产党就是要用重庆模式来镇压 重庆模式实际上高度的 比文革还要残酷的一种镇压民众的一种方式 它打击这个一亿分子 杀害法人公 那么对富人的打击呢 其实比文革还要生产 德国之声则表示 随着薄熙来下台 18大前的权力斗争终于浮上台面 薄熙来导演的一出政治惊悚剧暂时落幕 但魏京生指出 中共高层不喜欢薄熙来的那些人 会利用这件事打击他的后台和支持他的力量 包括在中央和在社会上支持他的 都可能受到一定的打击